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红盘 新春开红盘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连涨四天 连涨四天 很多人还跟不上 我这一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大盘好了 这一波其实 我在过年之前就跟各位讲过了 先杀多再嘎空 杀完之后 后续要拉的 才有钱 你前面不杀 散户不杀出来 不把散户嘎在上面 主力不把货出掉 把钱套回来 那过完年之后拿什么买 不是跟散户一样满手套牢的股票吗 所以我在过年之前 1月14日的时候我跟各位讲 我说大家就忍耐一下 这没有办法 因为 那支阻力的心态就是年前杀多 你后嘎空 但是你要分得出来 你要分辨得出来 加权股价指数 这一波 我们来看 可能很多人说 老师 这一波从17632 涨到今天最高18338 走完了 走完没有 加权股价指数 从短短的过年前的低点 到今天高点 反弹4% 只有4个百分点 你觉得很多 只有4% OTC 你说老师 哇这个OTC 好像谈很多了 也不过谈4.7% 各位你知道 道琼指数 这一波 也不要想这一波了 1月份的低点 到昨天的高点 反弹了8.03% 大盘连加权 大盘加权指数连 道琼的一半 都还没有到 各位你知道 费城半导体指数 这一波从低点反弹上来 短短的 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反弹16% 你没有听错 费城半导体 反弹16% 那我问各位 你说台北股市 指数上涨 还有没有空间 那再来 你说今天这个大盘 我们讲 大涨三天 散户不请自来 很明显 今天其实很多散户 都跳进来了 昨天 今天都跳进来了 这个盘看起来很漂亮 开平拉低 走高 开高震荡 收高 对不对 可是你注意看 来 上市 大盘涨186点 556加上涨 516加下跌 OTC 437加上涨 480加下跌 各位 你选错股票 你乱追的 你今天追到高点的 其实 是赔钱的 这就反映 我们跟各位讲的 你看到盘式 你当天看到盘式 你当天做动作 你往往 你往往 你的动作是跟不上的 就像我跟各位讲的 过年之前 这个油田 昨天工掌停板 大家都来了 每个人都在讲了 散户眼睛都亮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知道 都看到了 那你如果今天去追呢 你如果今天去追呢 就开始整理了 就开始整理了 我在过年之前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过 我说发财虎 油田 有没有 我一直到开红盘 那天我还跟各位讲 我们年前布局买的 买完之后 往上拉高之后 大盘在杀 在恐慌 杀到这里来 油田那天 2月7号的时候 那天是黑黑的 我说你不要看着黑 你才担心 我说法人的筹码 还没有松动 那我怎么讲的 逢低你要买 而不是过高要追 逢低要买 而不是过高要追 有没有 2月7号 没有人在跟你讲油田 当天没有人讲油田 隔天涨上来 大家都有油田 每个人都有油田 礼拜三涨停 每个人都有油田 对不对 那你在过高的情况之下 你去追 基本上来讲 今天盘中过高 我反正当压下来 走完了没有 手中有油田怎么操作 油田还可不可以买 可以买 我告诉你 但问题是 如果你还按照那种 追高的模式 过高才要去追 看到红的才很兴奋 我告诉各位 那我建议 你还是把你的资金 先留下来 不要乱买了 一粒店 有没有 我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我说我敢公开 不怕你跟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那你注意看 每次强势股 各位 你注意看 每次强势股出来 大家都会讲 两个重点 大涨之前 你能不能讲 你能不能预告 第二个 你客户到底有没有 懂我意思吗 现在很多投股解盘节目 那个强势股 非常非常多了 每天都有强势股票 现在分有两种状态 第一个 有些人怎么样 每天都讲很多很多很多 讲一大堆股票 哇 这个劈里啪 如数家珍 从11涨到 讲到12涨到13 讲到99 只要强势股都拿出来讲 只要强势股都拿出来讲 结果满天 全金条 买什么不满条 跟现在盘是一样 你从11买到99 你能买多少支 对不对 你每天解盘 每天强势股 那当然可以嘛 还有一种怎么样 每天固定的 讲得少 大概讲两支三支 但是还是强势股 但我告诉你 每天又不一样 所以丁老师告诉各位 我说我在过年之前 跟各位谈 我说先杀多再嘎空 我过年之前跟你讲油田 我在大涨之前 2月7号的时候 还跟各位讲 今天创新高 一粒店 有没有 一粒店当时我跟你讲 我说法人开始大买 法人开始大买 那2月8号那天 没什么涨 小涨小跌 我说我们盘中 在平盘 接近黑盘附近 平盘接近盘下附近 我带我客户去买 我在平盘接近 打下来之后 在平盘下面这个地方 带我客户去买 买完 我跟你讲 我说你要注意电动车里面 指标股 一粒店 你要注意 随时创新高 我说我敢公开 他还不怕你跟 有没有 可是很多人都是怎么样 前一天 藏红棒跟你讲 隔天就不敢讲 我说我隔天 我不敢 我不但讲 而且我还带我客户去买 为什么 震荡洗盘 我说他在嘎空 有没有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 我说他在嘎空 你们都看到我节目了吗 2月8号 收完盘 坐在这里跟各位讲 你敢不敢买 你看节目的 你是其他投股 其他投股老师会员的 还是你再转来转去 再比较 看其他台 其他台老师也有在讲一粒店 可是是前一天讲 2月8号就不讲了 那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不要买 你也不敢买 那你看到丁老师讲 2月8号讲一粒店 一粒店没有涨 为什么丁老师讲一粒店呢 我不但讲我还买 我买完了 来2月9号 开盘 开黑的 小黑 稍微拉下之后 又压回 我问各位 你敢不敢买 我2月8号跟各位讲的 我只差没有告诉你说 你赶快来 你赶快来 我带着你买 我还是那个观念 我说我公开给你的 希望你赚钱 那你没有赚到钱 基本上想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明明看到了 为什么没有买 问题在哪里 就像今天大盘嘛 涨180几点 就下跌加速跟上涨加速 OTC上涨加速 还比下跌加速要来的 来的 上涨比下跌还要来的少 跌的还跌多于涨 你大盘 你看得很兴奋 可是你下去买 你还是赚不到钱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那现在其实我跟各位讲 我说指数 你说反弹上去 绝对有空间 我现在跟各位讲 绝对有空间 不管是对照道琼 30党成分股 还是对照S&P 道琼涨反弹8.03% S&P反弹8.4% 费成半导体反弹16% 你说不管加权指数 反弹4% OTC反弹4.7% 有没有这个往上空间 绝对有嘛 可是如果你还是赚不到钱 那问题在哪里 你要赚钱该怎么做 每个都想省小钱 我说最简单嘛 那你一通电话 一通电话钱你要省吗 你要省一通电话的钱吗 一粒店尾盘强拉涨停板 我2月8号买的 公开给大家 2月9号尾盘强拉涨停板 我客户已经赚十几%了 你一通电话钱 你为了这一通电话钱 你损失多少 话再说回来 你看看其他投顾节目里面 讲一粒店的 你去问问看 他们会员有没有 我告诉你 我2月8号买 我白纸黑字告诉你 谁能带你 现在一粒店是不是再创新高 这两个字 嘎空 最强气的电子在我们家 我敢公开不怕你跟 我说我敢公开不怕你跟 这个话 好不好 所以只有丁老师能够带你 在这个震荡的格局里面 大牌没有行情 我没有办法 你说今天 道琼 下跌 下跌 美国股市下跌 费成卖下跌 我跟你硬做 你看 人家今天 他 他 他就是 就是拉给你看嘛 他就拉给你看 我不管是不是拉台积电 你不要管台积电啦 我想跟各位讲 还有向上的空间 所以 你要赶快做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还是一样跟各位勉励啦 机会是自己把握的 先相信 你才能看见 机会来了 你相信就能拥有 如果你连机会 你都不相信 怎么会有呢 哪一个头顾老师 我跟各位讲 这三档股票 绝对是市场上面标的 众人的焦点 可是呢 有哪一个像丁老师这样子 完全领先告诉你 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让涨停板来追你 我在年前就一直跟各位讲 我持股一定集中 带进一定带出 年前这一波下跌 我们也是有 也是有套牢的 也是有亏钱的股票啊 怎么可能 没有 不可能 可是我在跟各位讲 我的持股比 只要比别人少一半 我的档数 你只要跟着我 我的档数 比你的头顾老师 档数要少一半 我告诉你 未来再涨 未来再上去 跌下来 我的损失 就是别的老师 二分之一而已 可是如果涨上去 我的股票 告诉你 那绝对肯定的 怎么样 比你一大堆股票 要赚得来得快 你想想看 我五档股票 跟人家十档股票 我们举例 你手中五档股票 或是你手中十档股票 每一档股票上涨下跌 我们这样讲 上涨的机会 二分之一 下跌的机会 二分之一 大概我们就 随便这样抓一个比例 一档股票上涨 下跌二分之一 那两档股票 同时上涨的机会 是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的二分之一 对不对 那四分之一 对不对 那你知道十档股票 同时上涨的机会 有多少吗 你自己算算看 二的十四方之一 二的十四方分之一 今天其实我跟各位 谈谈观念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 我在过年之前 我一直跟各位讲 来 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 我说富财 你要注意 一整年没涨 这是月线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一整年没涨 法人 大买 在这个月大买 有没有 过年前一直跟各位讲 你不要看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这才几天 而且他这样上去之后 还震荡下来 他不是这样一路这样喷上去 他是上去之后 在这地方整理 从这个地方出生段 然后开始做箱形整理 那你不买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开红盘那一天 我跟你讲 我说你要注意 隔天 大涨2.9元 也没有大涨2.9元 90几块股票 涨2.9元多少钱 3%多 我2月7号跟你讲完 隔天涨3% 那我来鼓励大家 后来我不是跟各位谈 我说是哪一位老师 当然就是我 宇哥 年前我一路推荐你 一直告诉你的 你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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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你都知道了 我说准备创高 准备创高 不是已经创高 是准备创高股票 那这档股票 我把它取名叫做 富有光彩 你猜对了 答对来领 隔天呢 你猜对了没有 你猜对了没有 不要讲猜不猜对啦 平盘这里啦 你敢不敢买啦 不敢买 拉涨停 有没有 很多人在分析 强势股票根本没有啦 或是他们买一大堆股票啦 或是怎么样 最直接是追涨停板啦 很多人就是追涨停板啦 追涨停板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涨停板了 就光往涨停板了 笑死人了 这样还能赚到钱 我27号就跟你讲 我说你要注意了 要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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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面没有买了 没有关系 我说这里你要注意 要买了 有没有 就开始慢慢涨 还让你猜 涨停板 有没有 随随便便 轻轻松松 赚得很开心嘛 随随便便 赚得很开心嘛 还可不可以买 可以买 一开始跟你讲过 可以买 还可以买 但重点是呢 你手中有的赶快来找我 你想做的赶快来找我 老师我想加码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我敢在年前公开给你介绍这么多的股票 挡挡强棒 法人最新任养股 看看负财 看看负财 想想看这档股票 赶快跟上 好不好 负财 都已经公开了嘛 你可以自己去做无所谓啦 你能赚得到钱 你自己去做啦 对不对 但这档股票 我还没公开 法人最新任养股 你赶快把握 好 那我跟各位讲嘛 庆祝富有光彩 创新高嘛 再讲一次啦 没有关系啦 老师富彩 今天 这个 跌下来 跌下来就跌下来嘛 跌下来就跌下来嘛 对不对 那重点是我们要接着做下一档嘛 所以庆祝富有光彩 富有光彩 创新高 我跟各位讲嘛 一粒店 有没有 二月八我给你讲 讲完了 讲完了 有没有 尾盘直拉涨停 你的老师有这么厉害吗 不但领先在节目当中讲 而且领先买 很多人都是涨停满当天 哎呀 这个股票涨停满啊 我跟各位讲了 很多人都是 这个索罗门很强啊 涨停满啊 梁德电涨停满啊 上阳涨停满啊 和热亚涨停满啊 辣椒涨停满啊 绿电涨停满 讲一大堆 结果都没有买 对不对 每天都不一样股票嘛 哪一个像宇哥这样子 不但提早买 而且怎么样 扎扎实实的攻涨停 而且怎么样 完全公开 今天嘎空再往上高 最强气的电子在哪里 在我们家嘛 我讲 我敢公开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不怕你跟 好不好 那这样油田 创新高 注意 大油田来了 小油田 也准备好了 一档 中价 一档 低价 低价的叫小油田 中价的叫大油田 那油田 创新高了 对不对 富有光彩 哇不得了 真的很开心 庆祝富有光彩 创新高 富财 创新高了 今天丁老师告诉大家 元宵节之前 还有很多好戏 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时间关系实在没有办法跟各位介绍 但很简单 我们刚刚开始讲到 一通电话的钱 打电话进来 好不好 庆祝富有光彩 创新高 来 来领开工红包 打来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康的 好康的 打电话你就知道了 那 如果呢 也可以加入丁老师 赖官方账号 里面随时有最新的讯息 跟上丁老师最新的操作 祝大家 平安发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